黑天鹅是一位占卜师 也是来自刘光毅庭的译者 刘光毅庭第一位正式出场的角色 我们希望能展现黑天鹅高贵优雅的气质 以及与技艺这个概念 紧密相关的空灵感神秘感 所以我们决定以塔罗牌作为设计锚点 大家仔细看黑天鹅的争论动作就会发现 它的普攻战技都是用塔罗牌来攻击敌人 动作中的表现也有很多漂浮玄空的设计 作为一位居无命途的风属性角色 黑天鹅会通过卡牌的重重一语 在敌人身上降临他们的命运 在战斗中 黑天鹅使用普攻战技攻击敌人的时候 都有概率为敌人施加命运卡傲技 这个傲技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持续伤害 它的层数是可以叠加的 随着叠加层数越来越多 敌人身上的命运卡会升级 对敌人造成的持续伤害效果会提高 所以黑天鹅是不是会比较适合 与持续伤害相关的角色组队搭配呢 没错 它的配对其实非常灵活 只要你尽量的叠加傲技的层数 就能对敌人造成非常可观的伤害 看来这名占卜是习惯为人遇事厄运 那倒也不是 其实是因为在入队之前 黑天鹅的好牌呢 都被开拓者已经抄走了 那么留给敌人的 就只剩下恐怖的命运了 开拓者人还怪好的嘛